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我祝节目 海阔长空勇往前冲 愿选手都能获成功 在这里我祝大家 心情舒畅 热情高涨 每个人欢喜 皆放浪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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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错啊 飞翔 刚才为什么选择用快板这样的一段方式来做自我介绍呢 因为这是我特意给这个节目组临时编写的一段快板 时间也不是很长 也体现出我曾经学习的一个专业吧 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在北方取校的第二年 曾经有幸进入过这个海军的部队 大学生参军入伍 讲一个号召 好 在海军部队的新兵连又接触过新闻报道方面的学习 下了连之后 在政治部长期待任文职宣传工作 并在2006年的7月的一天 因为一次救火 让自己险些丧命 这是什么情况啊 当时是我所在的科研楼 突然发生了火灾 当时现场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其他人 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 直接就冲了进去 抢救了很多的资料和财产 最后不知道怎么的 可能自己晕倒了 晕倒之后 当自己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退伍之后 因为是学校的最后一年 也是简短地学习了 之后回到家中 写来无事 也是写了两部小说来打磨一下时间 都分别多少字的小说啊 因为我自个儿写 写完之后也没想着出版 就是手写 手写 那你写了多后大概 写了这样吧 那个 对 现场拿来了 那我们看看这书稿 大家看 这是我自己写的第一部小说 名叫青春一世 不是很长 但是每集的故事都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有意思 是一部喜剧 而另外一部 商销 是转一年创作的 这部小说就是讲的一个普通的打打小工 最后通过各种坎坷 各种心酸 这其中也包括很多的什么生死离别 一些个惨痛的一些个事情 最后成长为著名商业巨头的一部 赶人立志史 四十集电视连续剧《商销》 这是我当时就是突发奇想 想按照剧本写的 这用了多久写的这两部小说 这一部小说用了一个月 好快 这一部小说用了将近半年 如果我们的企业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 传递到大家手中 大家传阅一下 我们还是回到求职者的找工作本身 今天你来到非你莫属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今天又来到非你莫属 我想要找一份这个幕后的剧本创作 或者是短视频演员之类的工作 你的意向企业有吗 意向企业 这个四集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 就希望就是找一个文化传媒之类的 你的期望薪酬写的是在谈 你有一个数字吗 在谈我认为八天左右 八K 好 期望的工作地点呢 不屑 最好是天津 当然了 其他地区也可以考虑 我看到你婚姻状况 写的是未婚 未婚 你现在自己独立生活 还是跟爸妈一块 跟爸妈一起生活 当然也有自己的新房子 展示是空置着 特意强调有新房子 说明这个还是渴望爱情的降临 有对象吗 没有 参加过几档相亲节目 最后结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你很喜欢在这个电视节目中 解决一些个人生活实际问题 包括求职 包括这个 婚恋问题 你是为什么特别喜欢在这个媒体平台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我觉得也是个人的一种想法吧 这个东西也没有说是自己刻意去非要上什么 在节目上去显示自己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有那种秀自己的那种勇气和喜好 所以我就想问他就是看你的过往经历 是不是你更喜欢在台前来工作呢 这个对我来说台前幕后都还可以 因为台前幕后我都接触过 那你从学校毕业之后 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第一份工作是进入了天津港 一待就是七年 在这过程当中也进入了天津港的艺术团 你的离职原因上面写的是工作不适合自己的专业 对虽然我有时也会在艺术团去表演去表现自己 当然更多的时间还是在自己的本职普通岗位上 就是岗位操作工上去发挥自己 这显然不符合我的这种期望和这个想法 跟爸妈经常有矛盾 但是后期的话 因为我妈妈看到我在一些很多的场合 比如说敬老院 比如说阳光家园之类的地方 去参加慰慰演出 我妈妈看到我身上的闪光点和正能量 觉得我事实应该放手了 现在已经完全和解了 我妈妈完全尊重我的决定 而且还特意录了一段录音 那么李妈妈在音频当中到底说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飞翔 以前我不支持你 从事演艺这行 也认为你非常坚信 无法扬家糊口 通过几次的参加工艺活动 我看到了你很有爱心和正能量 对自己所周爱的事业持之以恒 我看到了你很有秀 所以我现在完全只是你的选择 也希望台上的各位老板给予他一个机会 飞翔加油 你看 妈妈知道你来参加比赛还是蛮支持的 尤其是他参加的很多公益活动 也给飞翔妈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想也跟电视机前很多年轻人说一句 父母并非是不支持我们的理想 因为对于父母来说 他为我们考虑的会更多 为我们考虑的会更长远 当你的理想 你追逐的那片天空 和父母给你描绘的天空有冲突的时候 我不建议双方发生碰撞 应该坐下来好好地聊一聊 好吧 来 第一环节的最后 企业家们请做出你的选择 好 第一环节的最后 台上还有三盏灯为你留下 我们进入到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飞翔 我看到你在这个天生我有才的才艺展示环节 是特别希望能够表演一个你自己独创的节目是吗 是 算是一个另类的升级版的唱歌吧 你这有多另类 是把俯卧生和唱歌结合到一起的 朋友们 今天收看这期《非你莫属》 真的是你看着了 接下来你将在我们的舞台上欣赏到我们的求职者 俯卧生加唱歌 我告诉你 我们的企业家当中 朱家英唱歌特别好 如果你觉得唱不下去 你可以请朱家英场外支援一下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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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自信啊 就唱一首《当你的修法扶过我的钢腔》 好 当你的修法扶过我的钢腔 别怪我保持着冷军的脸庞 其实我有铁骨也有肉肠 只是那青春之祸需要暂时冷藏 当病的日子短暂又漫长 别说我不懂情之中阳刚 这世界虽有战火也有花香 我的明天也会浪漫的和你一样 你会看到我的爱 在旗帜上飞扬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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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还是挺棒的 真的没有影响他 不是 他音准音色也都不错 而且气息好稳啊 气息特别好啊 至少不管别的 这单手能做这几个俯 成两只手都可以 你这身体素质练的还真是不错 我突然觉得我特别懂你 你知道吗 你又懂啊 对 是的 因为你特别像我二十多岁的时候的样子 和长相不像 那股劲特别像 对 就那股劲特别像 我说说那感觉 你看对不对啊 有一点点小才华 但是才华不够大 但是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 去施展自己的才华 不放过任何一个舞台 这一点跟你一模一样 你在说自己吗 我想我会挺你 我倒觉得那个 曹总这段话挺真诚的 就是我认识曹总十年了 然后我觉得他这段话 其实还挺真诚的 唯一一次真诚的时候对吧 对 就是为你的真诚点赞 你说我真诚的时候 为什么笑了呢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那个作品啊 那个灵感是基于什么来的 我看写得很厚啊 就是动力是什么 动力就是 也是看到了很多的这种现实吧 虽然不是我身边的人 但是我也算是我也看到了一些个就是我朋友的朋友 一些类似的事情 所以我才产生的灵感 其实呢 我在看到你拿本子上台的时候 我很激动 但是我真正看到这个内容的话 我的感觉就是有点流水上 这种 不止吧 余总 我觉得因为你是专门做这个跟创作有关的 你这个说得太含蓄了 我个人觉得你这个东西写的是不符合一个文字创作者 能够应用在商业社会的这个能力的 就是你不匹配能够靠文字吃饭这件事 因为你的首先里面文字工作者第一件事 你是不能有大量的错别字的这件事 我觉得是很难容忍的 不管是在商用里面还是说你文案里面 其次你文字要有文体的 对吧 你要有各种的这个格式 然后使用的规范 然后你的文字要能够传达你的信息 包括你的剧本里面有各种的规范东西 我们也看不到 再次在里面的这个人物设定 我们看到你的什么高爸爸呀 然后这些几个孩子 我是认真看了的 就这里面的人物关系也 也在很简单的情况下 他们之间是没有递进的 就是你的这个内容的层次上面 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就建议他在今天 这个起码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先不要考虑在幕后创作来这个找工作了 我觉得可能目前还不是特别理想 小叶老师说的其实是对的 其实说的有点深 就是我建议以后你只要说 我要找文字工作 尤其是我想做个编剧 不管是长视频短视频 或者电视剧电影 都不要再把这个拿出来给人看了 因为它不是剧本 它甚至连大纲都不是 听我的话 因为我是卖出过 两部没拍成的电视剧的人 但我支持你一下 我觉得你是一个 其实他我先问余林 你为啥看完之后还留港 其实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点呢 我是听到他妈妈给他的那个鼓励 第二点呢 我就想可不可以给一个运营助理 这样的岗位去尝试 但是我刚才想跟他聊的意思 就是想看看他这种可塑性 能不能把自己抛空 如果他抱于幻想 认为我就是做编剧的料 那可能就没法再聊 如果他愿意给你这样一个运营助理的岗位 飞翔你会考虑吗 会考虑 会考虑 因为本身当时写这两部小说的时候 也没有多想 写的就是打磨时间写着玩 也没有打算说是以后要把它发表 是什么的 好 我觉得他这个心态特别好 而且呢 他确实有点小才华 从最早的快板 包括他的这个俯卧春唱歌 就是证明他是有创意的 他是一个自己在默默努力的人 那飞翔问一下你 你自己有短视频吗 有一段短视频 是一段跳舞的短视频 好 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一起看一下 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一起看一下 这个播放量多少 然后点赞量多少 这个播放量是七万六吧 七万多的播放量 点赞呢 点赞量是五百多 有点少 这个是要说明啥呢 这个也是自己拍的众多的这个 众多短视频当中就是比较好一点的了 看了那个视频 我感觉有点尬 就是内容 然后呢 我是感觉综合考虑下来 我还感觉我们线下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可能您现在只能做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不好意思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请潮汐 榆林和曾花三位企业家 做出你们的选择 我觉得导航软件当中有一段话 无论是对于我们的事业 家庭 人生 都很有用 这段话叫什么呢 您已偏离规划路线 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请在合适的路口掉头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 我们可以说用企业家们的阅历 以及刘爽老师丰富的经验 给了你重新规划路线的一个建议 希望你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 找准合适的路口 果断掉头 但是有一点 我希望你不要回头 那就是去做公益演出 为那些老人 那些需要关爱的人 送去温暖 送去欢笑 这件事 我真诚地希望 你能够继续做下去 我也会为你加油 好吗 好的 再见 再见